那么还有一个神身 就是浑身 破身 还有一个神身 人身是你五脏六腑都有神 眼耳鼻舌都有神 每一个细胞它是活的都有神 无神则死 神即光 光即神 有神即有光 有光即可生 所以你的神是神饱满 你就精神饱满 神是神 这个昏沉 人就昏昏沉沉 就是光不足 能不足 所以我们从一个磁铁衍生到 你对一个生命体 人体的认知 你有心就有心神 你有肝就有肝神 神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是那个肠 你暂时可以用量子场论来理解 它就是一个场 心是活的 它就有个心神场 肝是活的 它也有个肝神场 那个神死了 那个心脏就死了 神死了 肝脏就死了 肝脏死了 心脏死了 就心功能衰竭 肝功能衰竭 肾功能衰竭 人就死了 就这样 神 离开神了就死了 在西方人家叫他上帝之光 说你要与上帝之光永在 有的人说我不永在怎么样 你失去了上帝之光 那是你的生命光 你就被死亡 所以你不想活 你就离开上帝之光 你要想活 你就不能够和上帝之光分离 这个上帝之光 在我们中国叫道光 然后在这个印度佛法文化里面 它称为如来信 叫如来信光 这是生命光 离不开的